台湾大小市来看凌晨三点多 台中市北屯区中青路发生了一起 机车撞货车的意外 原名骑士呢 他酒驾连闯了好几个红灯 最后呢撞上了一辆停等红灯的货车 这骑士呢当场就喷飞 满脸都是血倒在地上 警销货报之后为他包扎伤口 但是呢骑士不但不配合 还一直哀嚎他要先上厕所才肯就医 也让警销非常的无奈 这间这名受伤骑士满脸鲜血 标情痛苦被压倒在机车下 警销人员获报后 赶紧现场将他拉出为他包扎伤口 但过程中男子却不断嚷嚷 让大家十分无奈 男子大事哀嚎说要先上厕所 才肯就医神志想当不清 因为他刚刚可是喝酒骑车上路 因此酿成车祸 台中市北团区的中庆路 4号凌晨3点41分 发生一起机车撞货车意外 这名机车骑士酒驾上路 就直接撞上停等红灯的货车 碰的一声巨响也吓坏了目击民众 强大撞击力道 导致机车车头全会横倒在马路上 而路面上也残留着机车骑士的打片写字 最后警销人员终于将受伤的骑士 台上单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只不过好多暖停等红灯却到酒驾骑士追撞 货车驾驶也吓了好大一跳 台北市大安区在昨天下午发生一起砍人案件 原来有一个外籍女子在圣母宫洗手台洗脚 疑似因为不满洗脚被70岁的义工制止 竟然持刀朝着义工胸口划伤了两刀 而这名外籍女子随即逃逸 警方目前已经调阅了监视器权力的追忌中 穿着暖裤长发女子从容不迫的过马路 完全看不出来她在几分钟前 居然迟到行刺一名老翁 理由居然只是因为她洗手台洗脚 被义工制止 大家这里洗脚 那因为这个水槽是人家 拜拜洗水果用的 所以我们的义工就制止她 说你这样子不好 你要洗脚去后面 很错 面望瓷砖地上有好几滴鲜血 看起来触目惊心 造砍伤的正是证明坐在轮椅上 胸口被包扎的苏姓老翁 事发就在下午两点多 台北市和平登陆的一间圣母庙里 原来一名外籍女子当时在洗手台洗脚 结果被庙方义工苏姓老翁 阻止言不合居然吵了起来 过程中女子划伤对方右胸口两刀 发现注下大错 她随即逃逸 洗脚超过半个小时左右 为礼貌之后 欠说请她爱惜之言 警方表示目前已经掌握到 嫌犯的逃逸路线 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 进一步厘清冲突原因 记者陈时烈在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